好继续看到复理箱代表会了 针对老人福利的部分 孙永成提出了 公普 富南 学田三个社区都没有文件站 建议公所能够选一个地方来设置文件站 让这个三个村的长者享受到该有的资源 针对老人福利的部分 孙永成则是提出 公普 复理 学田三个社区都没有文件站 建议能够选一个地方来设置三个村的文件站 让这三个社区的长者能够享受到资源 像我们公普 还有富南 学田没有这个文件站 我想说能不能以三个位置来选定一个 一个地方来作为三个村的文件站 然后这样的话 如果成立的话我们可以参与有这个学会 是村民跟我这样讲的 是否可以 其实所内之前也是有做过讨论 那因为文件站的话 他要做申请的话 也是要跟先生府这边做申请 那这里部分是不是我们 请代表中学我们这边先 所内先做一个讨论 那因为这部分也要跟部落 还有村长那边做一个整体的协调 那还有地点的选定的部分 向公所表示 因为文件站是要跟县政府来申请提报 公所会先跟社区的村长 以及社区发展协会来讨论 看看是否由社区这里主导公所来协助角色 这部分公所会全力配合 接着高双双布置箱采访报道